35岁高以祥意外猝死 感恩节这天我想告诉孩子爱别人更要爱自己 高以祥年仅35,却在最好的年纪猝死 出世的次日即为感恩节 这本应是个充满温暖与爱的节日啊 所以不要认为家庭成员不需言谢 宝爸宝妈们平时在家里 就可以多使用谢谢你帮助孩子理解善意 表达感激 美国有项调查显示 习惯与表达感谢的孩子会过得更加快乐 所以感恩教育不仅在某个特定时期 父母在平时的教养过程中就要意识到 不可逆爱 要放手给孩子去探索 去受挫 去成长 引导他去领悟尊重别人的付出 把感恩化作一种习惯 一方面害怕话题太过冰冷沉重伤害到孩子 引发负面情绪 另一方面认为孩子年龄小不懂事 没必要过早接触这种伤痛 有条件的可以选择适合孩子的自慰和逃生演练项目 进行自护技能培训 让孩子在实践中感知操作 领悟建构生存安全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